好 其實在今天這個川普的演說 大家去聚焦的 當然就是他的內政以及外交 尤其是外交跟我們臺灣最有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川普 他前幾天接受一個專訪的時候 他說呢 這臺灣應該要付給美國保護費 還宣稱24小時之內 就可以解決俄烏戰爭了 好 當然這個說 臺灣要付給美國保護費 這件事情更說是我們偷走了 他們美國的晶片產業 這也連帶的影響了股價的震動 另外在俄烏戰爭的部分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接受美國媒體BBC專訪的時候 他就表示烏克蘭要付出代價 就是要付錢給美國 大家都會開心 如果世界一人不依靠川普或是否 好 川普 如果世界一人 這個人 川普 可以在2014小時的戰爭 問題是 價錢什麼 我並不想說 他的想法是推薦給我們付錢 但如果他想要做24小時 簡單的方法是推薦給我們付錢 沒有問題 澤倫斯基他也表示不管是美國誰當選總統 即便是川普也好 他都是願意合作的 澤倫斯基這一次也到英國去參加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 向新任的英國首相施凱爾喊話 希望英國可以提供長城武器 這次的會議 澤倫斯基不只和施凱爾單獨會面 也和歐洲的各國領袖一起敬見查爾斯國王 好 關心完了川普的部分 接下來關心他的對手 就是現任總統拜登 但是現在拜登的選情可以說是岌岌可危 黨裡頭非常多的聲浪 是呼籲說 要不要再想一想 要不要換人上陣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先前在這個災難性的辯論會的表現 被大家覺得說真的不看好 因為他的思路可能都不是非常的清晰 另外就是在川普遇刺之後 其實當然川普現在的政治能量 可以說是整個凝聚在一起了 共和黨的人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團結 這場民主黨的人現在開始有點慌了 除了一些民主黨的大佬 開始私下或是公開 呼籲說拜登要不要再考慮一下呢 另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金主有可能會斷金元 好 你沒有錢 你要怎麼選呢 所以現在傳出說拜登他的態度是有一些鬆動的 先前他接受一個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他自己贏得第二任期的話 而且健康狀況走下坡 他覺得賀錦麗也是有能力領導國家了 這個態度這樣說起來 感覺上也是看好賀錦麗 他可能可以執政的這個能力 另外他的最近的說法 有一些鬆動 他認為說一開始說非自己不可的原因是 他認為賀錦麗是不會贏 但現在他問的是賀錦麗能夠贏嗎 似乎也是認為說 如果說在選戰的操作之下 可不可以讓賀錦麗的贏面更加的加分呢 這樣子的態度一個微妙的轉變 看得出來拜登自己的要不要選的心情 可能現在也不是像以前這麼樣的堅定的 好 來看到這是美國媒體XOX 他的報導是說民主黨的領袖和身旁的友人 一直在施壓 終將說服拜登要決定退選 而最快的這個時間點就是在這個週末 是一個關鍵會不會做出退選的決定 而現在也據傳說民主黨裡頭有非常多的大佬 以及一些重要級的人士都跟拜登說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要不要乾脆就直接退選換人上陣了 因為現在時間雖然是蠻緊張的 但是還是如果要換人的話重新擬定政策也不是不行 好這個是民主黨的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他就說退選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而一直很力挺他的裴洛西呢現在也透過一個媒體的報導說 他其實私下也表達了一些擔憂 認為說拜登可能會毀了民主黨 奪回眾院控制權的機會 另外他更擔心的就是 如果說拜登還要繼續選 那有些金主就不挺啦 你沒有錢你真的沒有辦法選 會很擔心捐款枯竭 而現在根據華油的一個最新報導 前總統歐巴馬也告訴支持者說 認真的認為拜登應該要考慮是不是要繼續來競選 而競選雜誌現在也報導說 如果說拜登現在退選的話 其實是有將近八成的民主黨人 是會支持賀錦麗上陣 成為黨內的新的一個候選人的 拜登現在是遭到民主黨的逼供 同時他又剛好罹患了新冠肺炎 就被拍到說當時他上飛機的時候 這個步履非常的緩慢 沒有辦法快速上飛機 所以大家也很擔心說 總統的身體是不是真的蠻差的 而白宮在今天的視訊記者會上頭 對於拜登他恢復身體健康狀況的情形 恢復的相當的保守 華盛頓郵報一個最新報導 歐巴馬也告訴支持者說 拜登其實在11月份大選的連任機會蠻小的 所以他也認為說應該要持續考慮到底要不要繼續選 而現在媒體更是指出很多的民主黨的國會大佬也紛紛勸拜登 但是白宮的科比現在是透過線上方式回應媒體的提問 他不願意就相關的報導來提出他的評論 而他同時也重申說 在上週的北約峰會當中 很多國家的領導人都是有感謝拜登的領導的 還有信心拜登帶領美國以及盟友 還有夥伴是受到高度的肯定的 拜登現在在經歷了災難級的辯論之後 當然現在黨內的逼宮聲浪不斷 也來看到的是他的態度似乎有些鬆動了 多家媒體現在都報導 可能在週末他會宣布退選 好 這是CNN的報導 非常多的民主黨內的人士或大佬都公開或私下呼籲要拜登交棒了 並且認為副總統賀錦麗可以取代他 那現在拜登的態度也有些轉變 一開始認為說賀錦麗不會贏 但現在他要問的是賀錦麗可以贏嗎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